我们可以把数组 或者很多东西 当做组件里的一部分 然后也给大家演示了 无论是传进去的 是一个对象 还是 就是循环的时候 map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是把它放在数组里 用数组循环的这种方式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叫做 这个呢 是我们就是组件的数组 一个是用变量来存储组件 这是我们昨天试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组件数组 那么这个我们当时的代码里面 我们看到组件数组 以及用变量来存储组件 我们可以看到组件 我们直接写成这个样子 OK 那么也就是大家以后 见到这个写法呢 不要奇怪 不要觉得这东西必须写在里边 其实可以拿出来 所有东西都拿变量 也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昨天其实在 bible.js那个网页上 我给你们看了 它其实是翻译 它翻译完了以后 翻译成ES5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会把它翻译成相应的 就是xml部分 会翻译成相应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 就是其实是叫 应该是react element 这种形式 就是react里面的元素 然后呢 它再通过react去操作 真正的dome tray 然后把它放到dome tray上面去 所以这个东西呢 会是未来以后 我们写代码整个的一个感觉 在react里面呢 其实未来我们写的代码 不再是直接的javascript代码 而是间接的javascript代码 这个在今天一会儿 我们在介绍的webpack里面 会变得更加更加的这个真切 大家会感受到这种不一样哈 OK 然后我们来继续来看ppt 然后底下呢 我们来说一下virtualdome的原理 这个面试的时候会问 这是必须会的 其实view的那个virtualdome原理呢 我当时也说了一下 view的virtualdome原理呢 就是因为virtualdome这个东西 最早是react提出来的 所以虽然大家都在用wirtualdome 但是一般react是最容易问这个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去打算去找工作 或者什么 这个你是以react做主打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理解 那么底下呢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wirtualdome是怎么做的 我们说过 原来这个在前面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原来志哥大叔有一个例子 这个抖音拍了一个抖音 他有一个底下有一个他的小弟 其实不是小弟小妹应该是 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估计也是文秘行政类的 这种工作吧 然后抖音是怎么拍的呢 就说那个说老板老板 然后那个您要我打印东西 打印好了 然后那个志哥说 说把这个东西盯起来 就那个伤了手 把这个东西盯起来 然后那个就是回去盯 盯完了以后 说老板老板盯完了 然后说好 那个拿个夹子 把它夹起来 然后说老板老板夹子夹好了 然后说那个 说放一个签 那个 然后那个小妹又过来说 老板老板 签放好了 说拿着笔在 那个那个志哥大叔说 拿着笔在上面写上文件里是啥 然后这个小妹就嘟囔了一句 说这个 这个你能不能有什么事 一次说完啊 是吧 这个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挺讨厌的 然后志哥就说 说就是因为你一次一次的没做好 所以我才一次一次的教你 其实来讲最后 把这个锅甩在这个小妹身上 好 我们会看到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低效的过程啊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操作 马上就让这小妹去做 然后那小妹做完马上就回来 其实你会发现啊 他可能拿夹子钉 把这个 那个就是首先把打印打印完了 然后钉一个钉子 然后放到夹子里 上面放一张纸 纸上写完了 一气合成这个速度很快 但是呢 他是这样的 他是你 就是我 让你去做的时候呢 你在这做 做完了以后 登登登跑到老板这边 然后我再让你做第二件事 你又登登登跑回去 然后又做 做完以后登登登跑过来 那么你会发现 说在中间跑路的这个过程 占到了整个事件 60%到70%以上的时间 因为弄夹子 这事反而很快 所以这里边 其实呢 当然在真实世界里呢 抖音讲的那个故事呢 其实来讲是说 志哥大叔想表达的意思 是说这个 这个员工没脑子 做事情又没有上进心 不会想的很细 一次一次的做不好 然后老板又一次一次 再让他去重新去做 但事实上 这个效率低下 是存在的 那么好 当这个故事里边 把志哥换成react 把那个小妹 换成盗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框架本身 效率不够的问题了 就是框架react 告诉盗姆 做事情一 卡盗姆做 做完回来 然后 然后这个 再让盗姆 做盗姆2 做那个 那个action2 就是说那个动作2 然后呢 盗姆再返回 然后你react 再让盗姆 做第三个动作3 然后他再返回 再做动作4 返回 这个效率是很低的 因为你没掉上一次回来 没掉上一次回来 那么这个掉上的过程 为什么会慢 就首先啊 我们要说 我们原来讲的浏览器的内核 kernel 这是浏览器的内核啊 这不是Linux内核啊 反正都叫内核 内核一般能干什么 内核有几块 内核有一个东西叫盗姆 跟盗姆有一个平行的东西 这个跟盗姆是绑在一起的 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渲染引擎 有人把它叫做layout engine IE叫layout engine 当然也有的地方 把它叫做render engine 但事实上这俩词不一样啊 我要说一下 这俩词不一样 这个engine是干嘛的呢 也就是盗姆 我们知道 你来了Ghtml以后 我一定得把它解析成一个 数型结构 这个数型结构 就叫盗姆 并且我能够去动态的操作它 我能够往上加东西 我能够往上删东西 我能够去查 然后乱七八糟 你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从盗姆里拿出来的 好吗 当然是通过JavaScript来调 从这盗姆 但是盗姆要有接口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两个 我想一下 那个JavaScript的安证 是通过盗姆来操作layout trade 对 这个地方是js的安证 当然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kernel里面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但事实上来讲 一般是js安证 直接跟盗姆 盗姆上面有所有的接口 然后呢 盗姆在某些情况下 会触发layout的安证去重画 那么layout的安证 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盗姆 都已经有了时候 layout的安证 要首先要做一个动作 是把所有的东西 基于排布把它画出来 比如你的盗姆里面 第一个有一个小的Div 然后呢 又有一个Div 当然来讲 这个时候我要配合上css 你会发现 如果配合css 发现这个是一个float状态的 它是个float状态 上面这个是float 底下这也是 那么这个时候 它对应到layout的安证里面 画的时候是怎么画 那么比如说这个东西 还有个宽度 比如宽度是50% 那么这个底液也是宽度 宽度30% 然后都有颜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先画左边这个 画完左边这个 以后画右边这个 这是屏幕整个宽度 他要把它画在这 也就是说 他要计算这个地步的开始 以及他的宽度是多大 然后再记录这个地步的开始 宽度是多大 那么后边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 它的浮动被clear了 底下又一个Div 这是第三个Div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Div在这 好吗 然后他就计算 这个东西在这 然后他的宽度是这 那么高度 高度是多少 这个他都要计算出来 这个东西是谁 谁去做 是layout的安证去做 layout的安证 对于那些画不出来的 或者那些 它的display是none的 这些东西 他不管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东西 它是displaynone 或者是压根画不出来 哪些东西画不出来 head在dome上有 然后在layout的安证上就没有 因为他不画 他无法显示 所以他就不画 他也不用去考虑 凡是要layout的东西 全部在layout的安证里面 要画一遍 好 当dome被改动以后 你的dome 因为 这是react react如果掉 他一定是掉dome dome的话 发现需要重画 那么这个时候 他要让layout的安证重画 重画的意思就是relayout relayout的意思 其实就是计算这些点和宽度 能理解吗 就所有这些盒子 很有可能 比如说我趴一下 我把这个位置改成80%了 改成80% 你这俩一加110% 所以这个东西会被挤到下一行去 你这个挤的过程 就是说算出来 最后发现这一行不够了 他要往下挤这个动作 甚至来讲 比如说我这个宽度是一会长一会短 一会长一会短 这个高度一会大一会小 一会大一会小 你其实来讲都是通过settimeout 去改道 对吧 你没改一次道 layout的安证里面就要重画一次 他就要一次relayout 首先他要去算 layout的其实就是算所有的这个东西 他在就是整个页面上的左起点和宽度和高度 这是layout的干的事情 layout的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然后他再把细节画上去 这个画的过程叫render 或者叫repend 这俩词是一个意思 至少在ae里面是一个意思 OK 那么底下就有一个问题是说 在这query或者sample的年代 这个动作是前端代码直接出发 前端代码直接出发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这只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道目就马上反映出来 他是这样的 所以那么就出现了 刚才像智哥里面出现的那个 就是智哥操动小妹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干一件事情 道目就画一下 干一件事情 道目就画一下 那么你发现说怎么样能够提高效率呢 就是我把几件事情打在一块 然后在某一个对的时间点 一次性的告诉道目去做 当然这种一次性的告诉道目去做 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说有些是必须强制性冲划 就是说我不管你底下就是事情多少 你必须强制冲划 就是说程序必须有这个手段 除此以外呢 他可能是每过一段时间 他就重画一次 比如你一个特别高的频率去重画 那么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你重画的速度是一秒钟5000次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来讲 如果你要想让人看出来是一个连续的动画 其实你不需要这么高的频率去重画 也就是人眼大概视觉战流能够看的是 一秒钟应该是24帧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的电影是24片 一秒钟24张 电影是一秒钟24张 然后那个录像是一秒钟25帧 当然现在的有一些游戏好的动画的质量 能30帧50帧60帧 但是事实上来说啊 高于那个帧数 你眼睛看不出来白瞎 所以大概跑到一般来讲 游戏加速三四十帧 如果你不是天赋异柄的话 你基本就看不出来那什么了 你电影24帧 你看着不也很好吗 你没觉得他一闪一闪的是吧 所以那么这样来讲 如果一个动画的话 一秒钟刷新 就是一秒钟动24次就可以了 所以你大概这么算一下呢 画就是0.04秒 画一次就可以 比超过这个时间间隔以上的是没有用的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把react的 VDOM就做成说 我大概就掐 我就如果是在 比如我效率要好一点的话 我就每0.2秒画一次 也就是你这0.2秒中间画多少次 我都不再去找DOM了 就到0.2秒头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变化搁在一起扔给DOM 我告诉DOM 你现在基于这个点重画 所以WATCHERDOM出来以后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它重画次数大幅減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能够提高效率 它是效率最 有一度 它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框架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好 那么 这也是在讲 就是MVVM和 或者说MV星这种框架 和整个原来我们最直接的 这种前头框架之间的区别 那么在这个 这块儿和三部头的这个年代 就是说你真的如果去控制 这个 这个整个 DOM就是一秒钟画五千次 它是真的一秒钟画五千次 当然如果你机器不够快 那铃铛别论 那么 但是在react里面 这个动作是由框架来出发的 是框架自己来控制 不受你控制 当然来讲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雕容 一会我们可以看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雕容 就是我就强制 我就要求强制重画 你就必须给我强制重画 那好 强制 你要求强制重画 它会给你强制重画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呢 这底下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每次调用这个Render 这个函数 就要求重画的时候 它要怎么画 它当然有一个办法 就是全部的清除掉 叫TEDDOM TEDDOM是在英文里面是 就是所有这个都能摧毁掉 重来一个 理解吧 它可以TED掉重画 这其实刚才来讲 就是React 他做完那个 就是他做完了一步缓冲以后 其实已经提高了效率了 但是他在重画这件事情上 他要更加的提高效率 这个举个例子啊 比如这个 这个画面上 有一千个DV 或者说 对 比如有一千个DV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 叫下一次重画的时候 我发现有三个DV被改了 那么你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呢 是把这一千个DV 从DOM里面全部清掉 然后把这个东西重新画一遍 这个是最简单 对程序员来讲最简单的 但是对于整个系统的效率来讲 就低了 第二种情况呢 是说我把这个三个变化的DV 找出来 然后直接改这三个DV 那么一次性的更新给DOM DOM知道 你就改了这三个 那么浏览器里边的 Layout Engine 理论上说 它也是有很多缓存计算的 这些缓存计算 可以大幅的提高 整个运算的效率 也就是说 整个浏览器 其实来讲 它最重要的性质 也就是说 它最核心的技术 其实就是让所有这些 Engine能够更快速 更高效的运转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匪夷所思的算法 这些匪夷所思的算法 对于我们普通程序来说 可能像天书一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只有优秀的技术公司 能做出这种优秀的东西来 我们一直说 你看中国的 中国世界上有四大浏览器的内核 但是现在只剩三个了 因为Open已经投诚到Chrome了 它已经弄Blank了 我们会发现说 所有的浏览器内核 全部都是外国人做的 没有一个是中国公司原产的技术 当然这跟时代有关 就是说 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中国的公司还没有那么强大 当然这么做 对中国公司也没有特别多的好处 直接用Chrome就完了 人家已经 已经做出来一遍的轮子 我干嘛再去重新发明一遍 但事实上也说明了一点 其实浏览器内核 也是一个技术 含量非常高的东西 它就像操作系统 像编译器一样 然后 第一个原理 我们就是说 整个内核里边的结构 就是说为什么REAC能快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